这是貂蝉一生最为高光的时刻 作为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弱女子 却把三国最强大的诸侯 和天下第一猛将玩弄于鼓掌之中 为她的美色索迷 彻底败倒在美颜之下 奉怡婷优惠被董卓撞破后 貂蝉的事迹已经传遍长安 得到消息的王云乐呵呵地回到了家 一进门就吩咐管家 温酒上菜 我要痛饮一番啊 结果管家却回答说 酒菜已经摆成了 半个时辰以前来了个远道的客人 自称是主公的老友 吩咐在下温酒上菜 在下不知虚实也不敢得罪 王云听到这里 哪里还有心情吃酒 赶紧跟着管家走了进去 一进门只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 心里有失的王云 还以为来人是董卓的密探 颤巍巍地问了一句 隔山何人 结果来人直接来了一句 这两句话瞬间倒破了王云的计谋 惊得王云脸色大变 连连倒退 见拿捏够了氛围 此人才转过身来 王云看清了此人面相 瞬间放松下来 哈哈大笑着起来 这几句话一开口 瞬间就把走投无路的投奔 说成了感念王云的一举 前来搭把手帮忙 如此巧妙地拿捏会面的节奏 可见陈公也是官场游子 也因为陈公的会做人 王云一上来就对他非常信任 直接推心致富地 聊起了自己的美人计 就在两人相谈正欢的时候 按耐不住自己焦躁内心的吕布 已经气冲冲地敲开了王云家门 见到王云 吕布立马慌慌张张地表示 义父大人 小人大会联头了 请义父出个主意吧 就在此时 陈公哈哈大笑 淡定了从幕后走了出来 一开口就引起了吕布的注意 看到陈公自作主张站到了前台来 王云也只能顺水推舟 给吕布介绍一番 吕布此时脑子早就一团僵火 见到王云如此推崇陈公 赶紧拱手问计 请宫台先生教我 将军 世人皆知 人中吕布 马中赤土 但是不知 将军有无胆略而已 陈公这一捧 顿时让吕布重拾信心 而王云则趁机 罗列起董卓夺走貂蝉的细节 瞬间激起吕布的仇恨之心 吕布被他一击已然是满腔怒火 这时候陈公再次开枪 董卓他欺君篡位 祸乱朝岗 如果将军 你能够将他除掉 更可为我们大汉 创建四百年来 从未有过的功训 可吕布此时仍在犹豫 没办法的王云又从神鬼之说入手 只见 紫卫兴露 有意 贼兴陨落 正应了 董卓 气数一净 要说这三国时期的流行也不容易 啥重要人物啊 死翘翘 都要调几个下来 配合的真教 天衣无放 在王云和陈公的联合攻势下 吕布终于心动了 他当即开口 说出了自己的疑虑 对于这件事 陈公早就想好了对策 陈公的一番话 终于打消了吕布的疑虑 三人当即合计起 诸杀董卓的计划 其实在三国的援助之中 这一段剧情 根本没有陈公的参与 所有的话题 都是王云一个人说的 电视剧版本 把陈公提前引入 应该是为了后来陈公 会吕布的首席谋士 做的铺垫 毕竟陈公一出场 就成为吕布阵营中的二把手 会显得比较突兀 这也看出导演高兮兮的 勇心之处 对于王云三人的计划 东卓那是一无所知 第二天一早 当王云带着重臣 手持太后诏书 请董卓继位天子的时候 董卓当场笑得合不拢嘴 虽说我早已一人之下 晚人之上 此时真把龙椅给他 确实也非常有吸引力 只见众臣齐刷刷地 称呼自己陛下 董卓哪里还会多想 当即答应他们 去皇宫继位 随着众臣们纷纷退去 吕布赶紧来到大唐 向董卓请罪 董卓还以为吕布 因为自己即将为帝 对自己服软了 没有对自己的干儿子多想 还将吕布扶了起来 第二天一早 董卓就迫不及待地 就要进行几天仪式 赶紧完成自己的皇帝梦 吕布依然还是董卓的警卫营长 就在董卓盛装打扮 乐呵呵地走进皇宫后 王云却拿出圣旨 走了出来 国贼董卓 卸毒朝纲 祸乱天下 董卓终于意识到 这都是王云早就准备好的陷阱 眼看皇宫里的卫兵就要冲了上来 随着赤兔马 手持方天化剑 踩着玉剑 直接冲了上来 瞬间刺穿了董卓的胸膛 董卓到死 也在做着皇帝梦 就这样 皇宫里的局面 被王云和吕布全部控制 王云的大意凛然 直接代替了董卓的位置 称为朝廷的相国 受封太师 从此成了群臣领袖 宗命朝政 而吕布也四为奔威将军 封忠义侯 吕布还跟貂蝉完成了大婚 终于完成抱得美人归的心愿 在得到董卓被吕布扶诸消息后 带着十万西凉重兵 镇守边关的郭四和李爵 也意识到了危机 二人倒是聪明 于是赶紧上表请降 奈何王云 刚刚败为相国 又受封太师 心态飘得不行 不成 我谁都可以赦免 唯独不赦 李爵郭四二贼 举步听令 务必全奸 西凉残部 不得有误 陈公却没有冲昏头脑 还望以大局为念 不可拘一时义愤 李国二人 尚有十万西凉骑兵 勾急跳墙 穷扣勿破 还望太师 恩准他们投降 奈何王云此时 根本不听劝 执意要杀李柯 来表现自己的相国能力 很快 王云的要攻打李国两人的消息 就传到了西凉大营 李国二人商量后 觉得与其座椅代弊 不如主动攻击 拼个鱼丝网破 就这样 他们带着全部的西凉士兵 昼夜兼程 在所有人都没有料到的时候 攻到了长安城下 此时的长安城中 手被空虚 很快 外城就被攻破 眼看着西凉兵包围了皇城 王云实在没了办法 只能请天子出来 跟李国二人谈判 陈公则被他派到煤屋之中 请吕布来救援 可惜的是 李国二人攻势凶猛 在陈公走到半道时 就收到了王云兵败 跳城墙自尽的消息 因此他急匆匆的见了吕布 说的不是支援长安 拯救天子的计划 而是两人合伙单干 出去打个地盘 当诸侯 他们二人称霸一方的事情 吕布本身就是一个二愣子 只要貂蝉在他身边就行 谁是干爹都无所谓 下意识地就答应下来 当然陈公也知道 吕布的弱点 因此开口谈了合作协议 将军 如果你看听我的计策 我愿辅助将军 共创一番功名大业 吕布哪里还有选择的余地 当场双手一拱 表示答应 陈公接着就开始 帮吕布谋划起来 这次京城陷落之后 天下必定会再度打乱 吕将军 你英雄过人 拥有数万兵 然后 我们再 招兵买马扩大实力 逐鹿中原 建功立业 吕布被陈公的宏大计划 说的是双眼冒慌 当场答应下来 随后就收拾东西 带着部队南下 开始逐鹿中原 称霸天下的梦想 陈公和吕布 能实现他们美好的愿望吗 预知后事如何 我们下回再聊 喜欢的朋友 记得关注 评论 点赞 东乐 再次谢过